各位好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 我是董佳耀 我们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几七天 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重点关注消息啊 中国大陆的官方主动的披露说呢 解放军的军工专家团队 研发出中国大陆自主的所谓预警机啊 大量的生产 同时呢 这个预警机有九项 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 甚至超越美军的预警机 而报道当中提到了解放军的预警机 已经大量的服役 并且在中国周边的演训当中实际的使用 而逼近中国进行侦查的美日的预警机 也与中国的预警机展开过激烈的电子对抗 到底怎么看解放军预警机是否达到这样的能力呢 今天各位关注 还有一个消息啊 台湾宣布本年度的演习的重点 包括护岛和反登陆 一般想象以为呢 台湾是护岛是要保护钓鱼岛啊 躲岛 但台湾的披露消息说护岛实际上是护台湾的岛 另外很重要 反登陆是反解放军登陆 而另外台湾今天海军的演习呢 渔船居然可以逼近台湾海军的舰艇 让大家想象啊 如果是中国大陆伪装的渔船 也可以贴近攻击台湾 今天也会分析 还有一个消息啊 中国大陆的核潜艇呢 被披露说呢 在过去几年的卫星图片发现 超过九成的时间 停泊在港口没有出海 只有一成不到的时间是出海巡航的 严重的出海不足 背后有什么实际的问题呢 今天也会关注 还有一个消息呢 中国大陆把18个集团军呢 全部公布了所谓陆军部队的番号和驻地 这也显示呢 西方关注的所谓陆军的改革 已经正式展开 而且要展开机动作战的跨区改革 但是同时也注意到解放军的海军空军 包括二炮部队呢 仍然是严格保密的 包括基地番号和兵种啊 都是保密的 因此看到解放军军事改革的思路 今天会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陈旧最新军情电报 来看最新军事消息啊 最新一期的汉河防务评论 有专门文章介绍到呢 发现中国大陆解放军把更多的苏三宁MK2的战机呢 放到逼近这个钓鱼岛啊 东海相关的防区的这个借备状态 给日本实际的压力 这个报道特别提到呢 之前我们报道过 中国大陆解放军为了借备东海 特别是钓鱼岛紧张的时候 给日本更多压力呢 除了沿海这个沿线的这个机场增加了 歼10歼11战机还有导弹部队以外 最新发现了解放军苏三宁的MK2 这种重型战机呢 也潜移部署了 特别是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 钓鱼岛争议起来 特别九月份 日本所谓国有化购买钓鱼岛之后啊 解放军更多的把这种重型战机潜移了 我们注意到一个报道特别提到呢 解放军呢 是把海航部队海军航空兵的部队 苏三宁MK2的战机呢 在原来安徽省的肥东的军用机场 潜移到浙江省的宁波的军用机场 这个潜移呢 大约是潜移了800公里 别小看这800公里啊 它可以缩短这个战机 紧急起飞 飞往这个目标区域 包括东海钓鱼岛上空的 紧急事态时候缩短这个起飞 以及飞行的时间的 潜移了800公里 这个报道提到呢 是更加接近的东海和钓鱼岛相关的区域 虽然现在中国大陆呢 在钓鱼岛出现的军用机呢 更多是侦查 甚至是坚实这种搬飞降机 但苏三宁MK2战机 未来说不定跟日本参加走口的时候 需要提前的紧急的起飞 所以呢是潜移的 从安徽的肥东 潜移到浙江宁波的军用机场 潜移800公里 而且这800公里可以缩短这个时间 另外提到呢 卫星的侦测图片发现 海军航空兵的所谓海航四师啊 第四师 在浙江宁波的这个军用机场呢 也进行了强化 有24个强化型的机堡 理论上每个机堡可以停下 一个战机呢 可以停24下 另外海航四师还故意把15架 苏三宁的MK2重型的多用途战机呢 步入在这个跑道上 让外间的卫星可以拍摄到 显示一种震慑力 故意不露出 有15架是并排排在这里的 宁波的这个军用机场 飞到这钓鱼岛呢 不需要25分钟时间 可以紧急的到达目标的区域 同时特别提到呢 这种苏三宁MK2的重型战机 一方面重型啊 另外一图呢 很重要比起尖10 尖11是可以携带 多用途的不同的挂弹 一方面呢 它可以挂这个空对线导弹啊 对这个军舰发动攻击 另一方面很有空空导弹 那么空空导弹展开空战的 还有很重要可以挂载空队反辐射 反雷达导弹 针对敌方的预警 还有相关地面雷达可以展开攻击 因此解放军除了尖10尖11以外呢 把更多的重型的苏三宁MK2战机 放到了浙江宁波的军用机场 而且魏琴还发现啊 宁波这个军用机场呢 还有修建的特别的通道 是几乎直接连向跑道的 秘密的隐藏的 有澎壁的这个通道 这样的话 即使战机在澎壁里头进行滑行 从几乎直接到跑道呢 缩短了五分钟的时间 也就是说五分钟可以紧急起飞 而且外间的卫星根本侦测不到起飞 这可以腾通而起 这解放军戒备日本啊 一些最新的战机方向的部署 看另外一个消息 同样来自这个最新日期的这本杂志也提到呢 透过卫星的分析发现 过去几年的连续的卫星图片呢 研判之后发现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所谓核潜艇 不管是攻击核潜艇 还是战略核潜艇啊 大部分时间甚至说是超过九成的时间 都是停泊在港口的 出海巡航呢 非常的少 这篇文章特别提到过去八张的卫星图片 从2010年到现在 八张的卫星图片发现啊 只是针对北海舰队 青岛的这个海军基地 核潜艇基地啊 发现呢 大量的核潜艇是长期停着的 像是长期发现八张照片当中有七张 也就是超过九成的时候呢 092的战略核潜艇都是停在港口的 要么进行维修 要么进行上浮的整修 甚至是待命 同时呢 也发现有091的攻击核潜艇 只有一次发现091的攻击核潜艇 是有出海或者潜入水中的 另外还发现呢 在2012年呢 刚刚过去这一年 最新的卫星图片发现呢 解放军的092战略核潜艇呢 是长期停在港口的 同时也发现了094 所谓更生一级的战略核潜艇 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解放军的核潜艇除了停航以外呢 更多时候除了是维修 以及进行整备以外呢 很多时候并没有出港 而且呢 核潜艇是否存在安全性的问题呢 为什么长期要维修呢 同时这个问题 是不是也暴露出解放军 不敢把战略核潜艇出海 怕被侦测呢 等等若干的问题 当然这也提到一个问题呢 除了这个092是老旧的战略核潜艇 是否094 甚至西方情报说 正在研发的096呢 已经部署到南海舰队的核潜艇基地呢 因为南海舰队据说修建了 山洞的洞穴直接通向大海 并不被外间发现的 上浮的这种地下和水下的码头 因此呢解放军有可能是打迷惑的战术啊 但不管怎么说 核潜艇停靠在港口太多 仍然是实战不足的 稍后我们再分析 看看全球其他的军情提报 据大陆国防解放军报道 中共中央军美副主席许其量上下 最近到了解放军驻洛阳的陆军部队 驻青岛的海军核潜艇部队 等一线的部队视察调研的时候强调 中国大陆解放军要做一支听中共指挥 能打胜仗 同时许其量上下要求全解放军的部队 要落实中央军美习近平主席要求的 能打仗打胜仗的军事要求 牢固确定战斗力标准 坚持不懈拓展的深化 解放军军事斗争准备 做到一切工作 向打胜仗聚焦 同时解放军要适应战争形态 和作战方式的转变 提高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保障能力 同时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量还要求 要针对性的展开解放军的 对抗性实战化的训练 努力打造解放军一批王牌尖子部队 确保一旦中国大陆需要 确保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能够马上出动 军体约组报道 美国的最新情报发现 北一韩正在移动朝鲜军方 可以搭载新型的 洲际弹道导弹的 所谓最新的KM08型的 移动导弹的发射架 而这种导弹在去年 纪念今日承担成100周年的时候 在朝鲜的阅兵市场 曾经首度的亮相 尼克组报道说 北一韩的这款KM08型的 洲际弹道导弹 还没有实战部署 还没有进行过实射 不过移动发射架 已经遍布了朝鲜的全境 由于发射架很容易隐蔽 因此美军目前正在评估 朝鲜这款所谓的洲际导弹 是否实际提升了 发射和攻击的能力 而之前有美国的情报推测说 这款朝鲜的最新的导弹 射程达到6000公里 特别是可以搭载 这款洲际弹道导弹的 16轮的大型移动发射车 被捕光是从中国大陆秘密 引进到朝鲜的 北韩明知道 美国的侦察卫星 锁定了北韩的全境 是向美国发出 示威和示警的信号 故意要引起美国的注意 有可能是打心理战的效果 据日本新闻网报导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信誓日本自卫队说 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 竟然来越去严峻 特别是面对中国大陆的 军事的挑战更加的紧迫 因此安倍晋三誓言说 自己要站在自卫队队员的前头 捍卫日本的主权 同时安倍还说 为此要修改日本的防卫大纲 同时要进一步扩充 日本自卫队的编制 加强日本与美国的军事联盟 另外也有情报说 安倍下个月访问美国的时候 将会主动的向美国洽购 总值1168亿日元的 四架美制F35战机 另外总值几百亿日元的 早期预警飞机 来买到日本的相关计划 同时F35的美制的战机 可以在日本进行整修的秘密工作 为日本全面的提升 未来战机的研发能力 做好准备 这样战时日本可以随时 升级日本的战机 据他们中国视报报导 在中国大陆解放军 公开了解放军18个 陆军集团军的番号 和驻地之后 台湾军事界的分析说 是有8个负责北京的 周边防卫的集团军 包括北军军区的 第38军 第27军 65集团军 济南军区 有54军 第20军和第26集团军 沈阳军区的39军 第40集团军 而且8个解放军 陆军的集团军当中 第38 27 第39 54 属于甲种的集团军 台湾军事界的分析说 这是中国大陆解放军 用8个集团军 特别是一等的集团军 来拱卫北京 在陆地上 保护北京的作战需要 不过香港军事部件 指出 这并不是 信息化战争的思维 事实上 目前有能力 入侵到北京内陆的 只有美国的军队 不要说中美之间 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而即使是美国 要对中国大陆动手 也会扬长地短 美国会充分发挥 美国海空军的优势 远距离的打击 和电子对抗的优势 绝对不会 和中国大陆 所谓八个的中国集团军 打地面的陆战 香港的分析 提到解放军 就会以防守 反击战略机动来应定 而外宣真正关注的是 中国大陆解放军 公开了将近保密 70年的 全国陆军的番号 和所在的驻地 看似增加了 军事透明部 实际上是要全力地推动 解放军陆军 和陆军战区的 作战的改革 而香港的分析也指出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空军 海军 特别是解放军 二炮部队的机动部队 二炮的基地 并没有跟随 这次陆军进行公开 这表明 中国大陆解放军 对于重点核心的 反击力的保密 仍将坚持 好 今天问题的 解放军陆军 18个集团军的 番号和驻地都公开了 到底是全部公开呢 还是背后 还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我问一下马先生 对于这个所谓的 陆军集团军的公开呢 西方外间 也有很多的解读 您怎么看另外呢 海空二炮部队 仍然是严格保密 您怎么看 8个集团军都守北京 那全国18个集团军 不是很被动吗 还是一种被动打法 因为如果我们想 这个中央军委 几代这个军委主席都说了 这解放军呢 必须是要打好一个 在信息战条件下的 局部的战争 所以拱卫北京 那就不是局部战争 那就全面战争了 必须有美国 或者是美国及其盟国 这样强大的敌人 才能有攻打北京的力量 和攻打北京的意图 但是他是不必打地面战争的 不必通过朝鲜半岛 通过东北 然后打北京 也不用通过在华北登陆打北京 只要斩首或者是点穴 就可以使你几十万大军 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这种所谓八个集团军 拱卫北京的说法呢 应该是冷战的机械化战争时代的 落伍的思维 好 这马线圈点 接下来解放军 18个集团军在全国的公开 实际上也是预示 陆军即将展开全国的这种改革 我们拭目以待 本周还有一个焦点 看看是台湾也在本周公布了 今年度台军演训的重点 包括夺岛 护岛和反登陆 但重点实际上并不是只将钓鱼岛 而是防范解放军 看一个片段 据台湾今日新闻报道 台湾军方公布了 2013年度 今年度的重要的军方的演训的计划 把台湾军方今年度最终打在汉光演习当中 把台湾的澎湖第一作战区 执行台军的重点反登陆 以及护岛的重要的实战演训 台湾的媒体分析说 今年度台湾军方重点的演习规划当中 重点是所谓夺岛的演习 有汉为钓鱼岛主权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台湾军方说 这些解读是媒体的解读 台军今年演习的重点 除了夺岛以外 还有护岛 还有反登陆的演习 外前不要过度的猜测 台湾也无意挑战各方的军事存在 根据台湾军方的作战室 军事训练处的处长公开说 台军每年度的汉光演习 都是重点演训台湾的实战背景下的三军协同 同时今年的汉光演习 将在4月15到19号 不分昼夜连续5天展开 而且会出动新式的装备 在7月份会展开台军的电脑模拟的辅助的指挥所联合的指挥演习 2月到6月之间 实施带民众的撤退和演练反攻的万安演习 当中包括了兵器推远 全民的总动员 民防救灾 辐射防护防化学武器等相关的军事演练 就在台湾军方公布了今年度台军重点演习的方向之后 台湾的媒体注意到 就在今年的演习当中有重点的所谓夺岛和反夺岛的相关演练 在澎湖第一作战区域 执行的是夺岛护岛的反登陆演习训练 引起了驻台湾的日本媒体 特别是在台湾的日本间谍机构的关注 纷纷的关切是否台湾要以所谓夺岛护岛的方式 来模拟仿照真正要夺取护卫钓鱼岛的相关动作 是否台军已经理定了夺岛的计划 而台湾军方的军事发言人罗绍和还公开说 并没有任何针对钓鱼岛特别加强相关军事演训的动作 不过台湾军方面临整体的台湾周边的军事环境 整体的局势必然会有一套相关的军事应变因应的计划 来加入到演习和实战备战当中 事实上台湾军方今年的演习的重点 除了夺岛还有护岛 特别还有反登陆的科目 实际上是为了守护台湾的岛 包括台湾主岛以及台湾周边实际控制的岛屿 特别是反登陆 是要反解放军未来可能对台湾主岛和周边岛屿的登陆作战 因此台湾研究的是反登陆的各种战法 要出动新式的装备来演练 另一方面去台湾联合报报道 马英九最近在接近美国的访问团的时候公开表示 台湾要继续向美国购买先进的军事装备 这是因为东海的军事相当的不稳定 而且第二条局势更加是紧绷 中国大陆与日本有可能在东海擦枪走火 南海的军事也不稳定 中国大陆在南海有更多维权的动作 虽然台湾控制着太平岛和周边的南海一些岛屿 不过南海局势更加的不稳定 也有可能会擦枪走火 马英九要求加大军备的采购 台湾军方要加强战备 同时台军明确提出 今年会继续向美国提出海陆空三军和台湾导弹部队的 对美国的军构的要求 好 片段提到台湾军方公布了 今年台军的演习的重点 夺岛互岛和反登陆 我们来线下台北的军事观察员宋兆文先生 宋兆兆文怎么看今年的台军演习 到底指向何方 同时出动什么样新的装备来演练 汉关这个石兵的阶段是在4月的中旬 然后电脑兵器推演在7月的中旬 那这个石兵的阶层是全员动员 里面有好几个重点 当然说是自空自海反登陆 这是我们的重点 那在新式装备方面 这个今年的雄风三行超音速反舰飞弹 这个雄二一 这个巡航导弹 还有雷艇两千 这个多管火箭 还有这个新式的水雷 这个外向三行的水雷 可以在水底用火箭推进上来 感应你这个爆炸的水雷 都是演习的重点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钓鱼岛的维护 假如钓鱼岛被占领以后 怎么样夺取钓鱼岛 这也是我们的重点 因为我们目前 我们的长城预警机跟空中预警机 已经是24小时都在监视这个钓鱼岛 所有的这个动态 那如果一旦有状况 我们就立即掌握 好分析到台湾 今年的军事演习的重点 当然都是围绕着岛屿的 这个相关的军事动作 我关心的是 刚才台湾的专家也提到 一旦钓鱼岛打起来 钓鱼岛被占领 台军会马上出动 但是如果占领的不是日本 而且解放军打完 就解放军占领了钓鱼岛 台湾会怎么办呢 我们稍后 以后有机会再问问台湾的嘉宾 本周另外一个重点呢 倒是看看 解放军的预警机 官方说九项世界第一 超过美国的预警机 看一个片段 据大陆官方新华社报道 刚刚过去的周末 在北京人民大国堂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把2012年度 国家最高的科技奖 交给了中国大陆军工专家 黄小摩手中 表达中共高层 对预警机支付的高度的肯定 中国国家最高的科技奖 首次授予了解放军的军工专家 正是这个中国大陆 预警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而这个解放军的 预警机的研究团队 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把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空警2000和空警200 创造了世界预警机 发展史上的九项第一 而且是自主的技术 是世界上目前看得最远 功能最多的 机载的信息化的 预警机的武器装备之一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 来报导说 在解放军自主研发了 预警机的 众多关键技术指标当中 更加超过了 世界最先进的 预警机的主流机型 超越了美军的 E3C的预警机 目前中国大陆 已经成为 近美国瑞典 以色列之后 第四个 能够出口预警机的国家 而西方的军事情况 显示 中国大陆的空警2000的 所谓预警机 大圆盘里头 装有三个 相控阵的 预警雷达的预警机 是世界超一流的 中国大陆的军工专家说 解放军的预警机 当然也可以从国外购买 是省时省力的做法 不过一旦战争 真正爆发 国外可以卡住 解放军战机的 几个关键的零配件 这样中国大陆 买回来的预警机 就用不上了 因此中国必须 要有自己研发的预警机 西方的军事情况 显示 中国大陆军方 曾经与以色列 合作共同研究 和开发预警机 不过以色列 迫于美国的国际的压力 单方面的终止了合同 就在这个时候 实际上中国大陆 早已经秘密的 部署安排中国国内 同步展开自主的 研发预警机的工作 也取得重大的进展 并且做出了 中国国产的预警机的样机 而中国大陆 自己的预警机 呈现了处形之后 中国大陆军工团队 研发出了多部 世界先进的地面雷达 并且可以引导 中国大陆 实现从地面雷达 向空中的预警指挥机 进行飞越的过程 并且推动中国大陆 国土防空网络的建设 可以在敌人的战机 敌人的导弹 来袭到达中国大陆之前 发现预警的时间 提升了三倍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报道 提到中国大陆的预警机 首次提出了 运巴飞机的平台上 背负圆盘形的 天线照的设想 实现了中国大陆 所谓小平台 大预警的设想 采用大圆盘的 空警2000的预警机 成为世界上 目前看的最远的预警机 而中国大陆军方的 国防大学的专家也承认 中国大陆目前的预警机的规模 作战和使用的经验 研发的技术 显然与美军的国家相比 是无法比的差距很大 不过中国大陆解放军 越晚出现的技术装备 可以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 就像美国的E3预警机 已经面试了30多年 不过解放军的预警机 由于是新的 所以可以采用后现代 更加先进的雷达技术 而中国大陆国产的预警机 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 9项的第一 突破了100多项的关键技术 累积获得重大的 自主的专利将近30项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预警机 成为世界上目前所谓 看的最远 功能最多 系统集成最复杂的 机载的预警机的 武器装备之一 对于中国大陆的预警机 连美国的政府智囊 三部斯敦基金会的名媒也说 中国大陆军方采用的 相控制雷达的预警机 比美国的E3C 要整整领先了一代 而中国大陆国防大学的专家 还认为 中国大陆的预警机 用的是电扫描代替了机械扫描 而且雷达的易损性可靠性 维修性上 有很大幅度的战术的提高 中国大陆的军方专家还披露说 解放军现在的预警机的雷达 如果有10%在作战当中受损 它的探测和指挥功能 几乎是不受影响的 即使在实战的时候 被打残了30% 也就剩下70%的时候 还可以维持基本的雷达功能 解放军的预警机的雷达 还可以探测到几百公里 跟踪到几百个目标 引导几十个P4的 相关作战的任务 不过中国大陆的专家也承认 目前中国军方的预警机 从实战的作用来看 真实作战使用 还是空白还是零 而美军的预警机 从12打到13 打一仗就升级一次 13已经升级到13A13B了 发展到目前的13C12 同样也发展到12D了 因此实际作战的行动 给美军每次预警机的维修升级 是有可能的大幅提升 因此真正的战争 是锤炼和提升预警机功能的必须 中国大陆军方也承认 中国大陆目前的预警机 在原件上成熟度 可靠性还有待检验 今后解放军要透过训练 实战的行动 使到解放军的预警机 更加接近实战化 香港军事本人指出 目前解放军的预警机 只是参与日常的战备巡逻 贴近实战的演习 积累更多的运作的经验 但是解放军预警机 从来没有真正的参与过 真正的作战 真正的累积作战的经验 经验仍然不足 因此需要真正的实战 因此解放军的各类型的预警机 必须要多出动 多对抗 甚至要出远海对抗 才能够累积预警作战侦查 包括电子对抗 和多机指挥协调的 真正的实战能力 好了看过篇条 中国大陆官方的高调的中奖 预警机的研发团队 和相关的科学家 同时也说 中国的预警机达到了 世界九项第一 到底有没有这么强呢 为什么不敢在实战 和时讯中拿出来呢 稍后来分析 回到军事观看史 本周关注焦点 是中国大陆官方主动的公布 中国自主研发的预警机 超过世界的相关的水平 达到九项第一 甚至超越美军 今天请到马里生 和在北京的松小军 共同来分析一下 先问一下马先生 怎么看官方这个报道 解放预警机 现在达到什么样水平 是否真的有九项第一 而且超过美机呢 因为在这个全世界围堵之下 自己都能独立研发出来 这样好的预警机 但是这些预警机 是不是真是有这个 九个世界第一 有一百多项自主产权的 这个电子方面的这个突破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 要看在这个实战检验 要看这个没有打仗 也要看在演习当中检验 但是我们切莫以为 美国的这个12C和1318等等 这些70年代研发 80年代服役至今的是老飞机 这绝对不是的 美国会把最高新的科技 第一时间用在这些电子战飞机上面 因为他们也知道 在未来的信息战当中 这个预警指挥飞机是举足轻重 所以我们看美国已经把这个13派到这个钓鱼岛和中国对抗了 那么中国这个新的预警机是不是也要派到钓鱼岛去接受这个实战的考验呢 好 问一下北京的军事观察员宋小军呢 小军你怎么看呢 中国大陆的预警机现在说很强 到底强在哪里有什么披露 我们知道中国的预警机呢 它首次采用了这个三块各占120度的有源相空阵的阵列的这样的一种天线体制 这种体制呢 比美国的比如说舰载的12D 还有空中的这个13的这种有源相空阵 它高级在哪里呢 它只主要是不用在方位方向上进行这个机械扫描了 空中两天至少在中频和低频实现了数字化 那就是大大提高了这个 舰载预警机的识别目标和捕捉目标的能力 好 问一下马先生 这次中国大陆军方和官方呢 高调的肯定预警机表彰预警机的团队 是否预示预警机未来在解放军呢 包括海战当中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预警机只是整个信息站当中的一个比较蜀目的一个武器装备 一个电子战平台 那么它怎样和天上的卫星 地上的雷达 还有这个海上和这个海底的潜艇 完全融合为一呢 我们要看中国新的电子预警机 在未来的贴近实战的演习当中 它的表现如何 它的表现看不出来 但是如果它的加入成为这个催化剂 使得整个中国空军耳目一新 能够向远方投送兵力和火力 甚至是和这个舰队和潜艇都能结合起来 这才能真正能让外界信服 中国的预警机是世界一流的 好 今天我们公布一个消息呢 八张的卫星图片都发现中国大陆的核潜艇 不管战略的核潜艇还有攻击核潜艇呢 九成的时间都是停泊在港口的出海非常少 网友问一下宋先生啊 从台湾观察的角度来看 解放军的核潜艇是否不够时间出海 也不敢出海 另外战讯和巡航时间不够 我们研判我们获得的讯息是这个核辐射的问题 那所以说可能会有核辐射的问题 是自己先察觉以后全部停到港口里面 要来进行一个整修跟大修 这是未雨绸缪啊 先发现先好免得出海出了问题 这倒是一件好事 本中国今天还有一个交调 就是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和地中海呢 展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 俄罗斯四大舰队当中 出动了黑海舰队 北海舰队和波罗地海舰队 大规模演习 一方面显示呢 备战叙利亚的乱局 另一方面俄罗斯要显示 它还是世界上的海军大国 节目最后 看看俄罗斯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 以上是军天观察史下路3 我们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 华职酒行心相随 全市里对 互相庇 晨 Pow使者 相线 布尼,被冬被一阶份 획杀 市里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